今集《沖繩背後》 繼續有我妹頭訪問 俊仔騎士Alvin家俊 你好 其實上集也說過 你一鳴驚人, 出道的時間 頭兩季都看到贏了20場頭馬 但到了13、14年 就看到你開始出現了一個小低潮 因為只贏了兩場頭馬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七磅不能變成五磅 七磅到五磅 你要再有進步 再有其他好一點 別人才會給你馬力 因為五磅跟其他三磅、兩磅 可能不是差很遠 變成未必會用你 那時候可能沒有大突破 還有我自己舊師傅 因為若果葉左項對上那季贏了冠軍之後 下一季他的馬力 其實很多都分得盡 所以馬力比樂騎那些 勝出的機會率都不… 那個機會都不太高 變成馬力質素又不太好 信心慢慢又可能差一點 我覺得心情也很複雜 有沒有想過做些甚麼去突破自己呢 繼續做體能 繼續問一下其他騎士 怎樣可以改善 很多人都幫我 學校又會幫我 看看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但最怕是身邊有些人會 閒言閒語 因為你剛出道的時候 很厲害、很風光 突然之間贏了這麼多場頭馬 有否聽到尾言 都會有些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不喜歡你的人一開始就跨那麼大 所以就搞到這樣就填地了 沒有必要跨得那麼大 但通常這些時間才是環難見真情 有否反而見到身邊有些朋友 無論你的成績是怎樣 都是這麼支持你的 這麼給你機會 朋友的 大家知道甚麼事就不會說那麼多 但之後那季 你的成績又好很多了 又贏了十二場的頭馬 當然我轉了去高東里 新師傅 會有不同 他亦都很給我機會 真是給一些很有實力的 又贏得到 所以信心又飆了一番 其實跑馬很趕的信心 當時轉師傅的決定是 誰幫你下載的 學校幫我 他們想解決方法 就想想好不好轉師傅 轉一下環境 轉向別的師傅 看看會否有甚麼突破 為甚麼會選擇轉到高東里 其實他很支持華人 他亦都很給予她的徒弟 你見到蔡明少 他很給予她的機會 他亦是一位很出色的騎士 念碼師 所以他是最好的 我相信 但兩位師傅的性格 是否也很不同 葉楚行比較嚴格 是嚴師 即是嚴師出高徒那一款 高東里… 高徒 高徒…我不敢說 高東里不是嚴格 他也是嚴格 但比較… 你真的做錯 他會說 你做得對,他會稱讚你 會鼓勵你,支持你 他比較圓滑一點 好像平易近人一點 即是會哄哄你 對… 支持你 對,他喜歡跑馬以外 譬如有時候跟他吃飯 他很友善,很隨便 很搞笑、好玩 說兩位師傅 又是有一個微妙的關係 有一個挺難貌的故事 就是那一屆 他們就搶冠軍念碼師 你記得那天 那天下著很大雨 你便要騎高東里的一款 美麗里程 但當時你的師傅是韓哥 那時你的心情會如何 因為他們倆搶到面紅二尺 就是搶了一、兩場的頭馬 就能做到冠軍念碼師 你當時的心情是否很複雜 其實也有想過這一點 但我既然接了那隻馬 我就要騎得最好 我要為那隻馬的利益著想 你跟很多其他職業都很不同 生活的作息、習慣都很不同 可能同一個年紀 你現在二十六歲 很多其他童年的朋友 都是上班 然後有空就去看電影 去旅行等 但你的生活模式完全不同 那會否令你朋友圈子 那方面也有很大分別 其實我始終朋友 就馬圈那些多一點 熟一點 外面中學同學 很偶爾才見一次 而且他們偶爾見一次 通常都是星期六日吃飯 晚上 但我翌日通常都要上班 或者翌日跑馬 所以我通常九點 十點前我就已經離開 他們可以玩到十二點 女朋友呢 女朋友會否有投訴你那些作息 陪不到她 也不會 因為時間都是遷就出來的 是 下班也有時間吃到飯 所以可能我會早點睡 你跟女朋友拍了多久 拍了四年 四年多 你們是怎樣認識的呢 其實她是我的小學同學 很特別是 我們小一至小六都是同學 都暗戀她 真的嗎 你暗戀了她很久了 也是這樣說的 中學都仍然是心裡喜歡這個女生 中學其實都是很特別的 因為中學我們 就是讀的那間學校 大家都要乘同一個巴士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乘同一個巴士 不過就沒有溝通的 我通常坐上層,她坐下層 但是每天上學乘巴士都會看到她 但是中學就沒有聯絡 大家不同中學 去外國我也沒有聯絡 我回到香港跑馬 開始跑馬 之後她說是 有天跟她爸爸喝茶 看報紙 看到我整半張報紙都是我的樣子 是 就想起我 然後就在網上的平台找回我 那她現在是否做了你的小粉絲 每逢賽馬都會支持你 是,也會有 她有沒有給你一些東西旁身 我們去日本旅行 她買了一個類似平安符 或鑽鑽的那些 我每次跑馬都會帶著 是,今天我們準備了一個 心理測驗 跟Alvin玩玩 你在排隊用一部電腦 是公家電腦 結果輪到你使用的時候 突然發生了很多的情況 即是機器又有點省 令你使用的時候 就拖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後面的人就開始不耐煩了 不斷催促你,快點 這個時候你會怎樣做呢 A就是先起床 等後面的人先用 然後自己再想辦法 B就是你表現到很積極的樣子 希望可以快點搞定這部電腦 好,C就是不理他們 反正電腦壞機也與我無關 也不是我的錯 D就是可能會跟後面催促的人 聊幾句話 C,選C 不理他,反正電腦壞機也不是你的錯 好,究竟Alvin是甚麼人 原來他的體貼指數有50% 那麼少 你是有些大男人的脾氣,是嗎 沒有,我沒有脾氣 甚至乎有時候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 有自己的空間 這個很適合 其實我們每一集上來的嘉賓 都會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你最想多謝哪一位朋友呢 如果讓你選一位,你會多謝誰 可以選兩位嗎 當然可以 謝謝我兩位師傅 葉楚昂和冬妮 因為葉楚昂我沒有了 沒有他,我不會有今天 始終我頭那半段 前四十多場頭馬 很多都是他那裡來的 就算之前是所有試習在外國那些 就是所有最基本一開始的東西 都是從他那裡回來的 那之後另外我轉了師傅之後 也都很感謝高東妮 因為也都是沒有他 可能我現在已經不是騎士也不定 也是他那麼支持我 真的給我機會 我現在才可以繼續在這裡做 可以繼續喝喝喝 Alvin絕對是一個很喝水思源的人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甚麼展望 就是想怎樣做好自己呢 會不會有些目標呢 希望接下來可以多贏一些馬 自己騎攻繼續進步一點 再硬正一點,可以騎得好一點 那希望真的可以七十場贏夠 好,那希望你可以成功,馬到功成 那今天就多謝Alvin 吳嘉俊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們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